新竹市的回收生活节从107年开始到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年 回收物品以废弃的家电为主 今年以笔记型电脑 平板电脑 显示器 键盘 电扇以及干电池等六类 还可以兑换10元到100元不等的现金抵用券 因为有很多的人在使用这些3C产品之后 他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放哪里 那其实它还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把它收集完去给一些合法的回收业者 然后他们再去做细工的去做处理 里面有很多金属的成分 比如说铜 银 甚至还有金等等 我们去做一些提炼等等 那这些东西就是有价值的 我们希望说大家一起来爱护地球 不要让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把它随便的去丢弃 新竹市环保局结合大润发新竹南亚店 爱买新竹店 农瓦新竹店 顺发新竹店 顺发金国店等五家业者 合作办理2021回收生活节 民众透过以上五个回收店 还可以获得抵用券折抵现金使用 会选择在一些3C的店家做回收 就是说你如果说回收给交给那回收商 回收商帮你看一下这些东西的状况 那如果说可以维修 还是可以去做维修的再使用 那如果真的是不能回收 就是在新购的过程里面 那在3C的店家就会让你来去做一些采买 他也可以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 科技日新月异 资讯产品衍生的废弃物量逐年的增长 新竹市环保局鼓励民众回收代替气质 也可将废弃的咨询物品 交由清洁队资源回收车 或是合法回收业者来处理 不要当作一般的垃圾丢弃 共同营造干净无毒的环境 凯波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